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又來了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仲暉 是 余Sir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講講幾日前是10月7日 世界上全部的傳媒集中了一個焦點 在以色列一個地方 以色列南部一個地方 他舉行音樂節 這應該是通宵達彈 突然間發生特集 哈馬斯承認是他所為 這個特集由一些空降的散兵之類 也有坐小車輛 坐小車輛大概有50人 現場已經開始開槍殺 又擄走一些人 轟動全球 這就是以巴尼一直都有事以來 是最新的進展 在以前發生幾次 我讀書的時候 有西運村事件 在莫尼克 另外在台灣 台拉維夫 現在在易德拉維夫 又試過屠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很多牙齒印 我暫時把麥克風交給輝哥 待會我都輕輕說一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什麼以前的前因 後果 以色列以前沒有這個 跟聖經講的以色列又不同 以前那個國家叫巴勒斯坦 整個地區 後來又叫來叫去 都跟俄羅斯 那個情況都有點不盡相同 有些有似的 先交個麥克風給輝哥 中央情報局 FBI 是 很大一個組織 有七千多成員 他們經常盯著這個地區 包括約旦河西岸 以及現在的加沙地帶 加沙地帶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當然我們不會經常用澳門避 其實它是一個 以國際的地理來計 它是大概10公里乘40公里 整個是大概365平方公里的地方 所以它這裏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而且以色列已經在幾年前 建了一幢很大的圍牆 以及一些保安系統 將加沙和以色列隔開 在這兩年已經沒有很大的衝突 即是間中你也聽見 以色列用一些 或者加沙那邊的巴勒斯坦的人 就會扔石 最常見的就是扔石 以色列那邊 就是用一些橡膠子彈 打過去 當然也發生過死傷的 但是在這樣的表現上 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衝突其實是降溫了 所以在平靜了兩年之後 就好了 而且呢 這個以色列都為加沙地達的巴勒斯坦 提供了一些工作的機會 令他們的生活有些著落 當然我不會站在以色列 說它對還是不對 只是說這個是發生了的事 所以以色列這幾年 對於這個加沙的人 都是那個警惕 是放鬆了 這個表面上 我稍後繼續說下去 就並非一定是放鬆的 所以這件事件的發生 現在很多人都會把這件事件 是分開其實是那個巴勒斯坦 還是這個加沙裏面的人 的事呢 是不是同一的呢 當然呢 我們都會是 作為一個一致的行動 不會說 只是加沙這幫人去做的 那這件事呢 就令到人家有一個詫異在哪裡呢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多的軍火 運到去以色列 這個呢 因為呢 其實它和埃及啊 或者和敘利亞那邊 其實都有一條邊界的 是斷絕了的 那你們現在 的軍火從哪裡來呢 突然之會有這麼多 而且是海六空都有的 差不多 所以變成這個呢 令到大家呢 就會覺得有個出奇的地方 那所以就是 也是令到呢 以色列呢 這次呢 好像在沒有什麼防備的情況之下呢 是受到襲擊 那這個呢 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但是我們回想回1973年6月份呢 當時我很記得兩位人物的 一個呢 叫做梅 或者叫做梅爾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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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音沒有問題 就是 是當時 這個 以色列的 總理 呂總理 她是一個鐵娘子 真正的鐵娘子 我可以加多一個字 叫做鐵血娘子 那她當時那個 國防部長呢 叫做達陽 那我怎麼記得她的名字 這麼清楚 因為我印象中 她是好像 那個樣子呢 就有點像 油八年了 但是她呢 是可能 眼睛有些問題 是單眼 封住一個 眼罩在眼上 所以這兩個人物呢 就是給我的印象很深的 那當時呢 他們呢 聽到有些風文說 咦 在這個 埃及 和 敘利亞那邊呢 已經部署到有些軍隊 去對付黎巴嫩 尤其是 尤其是 當時埃及和她是友好的 就是在埃及 聽到這些 的傳言 那他們呢 就是那個 達陽將軍呢 專門 過去那邊 再聽他們 講什麼問題 所以他們 就知道 有這件事的發生 或者是這件事 可能會發生 那所以他們呢 但是 回到以色列之後 好似不動聲聲 那真是這個 敵對的 伊斯蘭的國家呢 就進攻了以色列 就令到以色列 死傷很多人 那就 因為這樣呢 所以呢 就他們呢 就得到這個 國際社會 尤其是 西方社會 的同情 因為他們是被打的一方 那所以呢 當時一位著名的人物呢 都是猶太人 這個叫做基辛格 那基辛格呢 就在美國那裡呢 就發起一個 叫做五線運動 因為當時 即是七幾年 他們以色列 沒有今天這麼有錢的 說真的 那發揚一個叫做 五線運動 希望呢 就能夠呢 其實就做起一個 一個這樣的 勢呢 令到全世界都是支持 這個以色列 去反攻回 這個 這個 其實因為 他是被人打的 所以就被人侵略了 那這場仗 他們很 很瀟灑的 就贏了這場仗了 那所以 有些人呢 就會看 這場仗 是不是一個苦肉計呢 就將這個 這樣的國際的輿論呢 贏了 偏向於以色列 好了 我們將今天這件事 那我不敢說 因為這個 都是很慘的事 就是死了很多人 包括 現在 巴勒斯坦也死了很多人 那但是呢 如果以 這個 以色列的情報機構 今天的所有的 盯著 看著 的情況之下 都發生這件事呢 那大家就回想 1973年那件事 是怎樣的呢 這樣 這個絕對不是說 今天是 73年的方法 不是 只不過我們將這件事 呢 是參考這件事 這樣 我回應了這件事先 規格 情報呢 就不像神那樣的 大家看回 2011年911事件 真的情報 2001年 就不像神話那樣的 就算這次的特集 你有情報也好 他一來就來的了 你都說不及去東部 而且他不是 一些大型武器 你看到有動動的痕跡 通常在國際上 軍事 說 有大量軍隊 他移去哪裏 美國曾經說過 中國有大量軍隊移去哪裏 我們有個小說家 《不尋常的移動》 《不尋常的移動》 《危康》 《危康》小說寫過 原來美國發現 中國有什麼基地 原來不是的 是那裏有一個特別的洞 將它串聯 寫出一個小說 有時的情報 你收得來 你是抵禁不了的 尤其是這次 是用散兵式的 放入散 另外用車 很快便到 加上這個音樂節 是人多的 人多到有超過三千人參與 人多通常如果搞事 這次一定會說延遲就糟糕了 我回應你先說情報 至於另外我們要說一些關鍵字 說來說去 很多聽眾 有些未必明白 什麼是巴勒斯坦 什麼哈馬斯 以色列大家知道 因為這是國家 有些以往是聽 巴勒斯坦是一個地區 也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大家是世仇 我和輝哥讀教會學校 我們因為有聽聖經 很早知道什麼是以色列 阿伯拉罕 很多東西 有些 舊時叫左校 什麼叫外國學校 他可能讀完高中 他對一些外國的國家 所認識都甚少 真的我講的 跟政治正確與否 是另一回事 而這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大家的仇恨是源自 超過了二千年以前 等於說 人家常說 主前 這是基督教說的 主後 我們不是基督教的 普通人說 是公元前 公元後 有些東西真的是世仇 也牽涉到 兩個主要群族 一個猶太 一個阿拉伯 跟宗教是否直接有關 有些東西跟宗教沒有直接有關 只不過某些人信了伊斯蘭教 所以變成特殊 因為牽涉到這個地方的宗教 有幾種 有天主教 基督教 東正教 以及伊斯蘭教 所以有些人說 耶路撒冷牽涉到三教 我們一直說的歷史 最初是兩幫人不對 就是猶太和阿拉伯 這是西仇 不能變老友 兩千年 中國和日本都不是歷史的仇 都很深的怨恨 何況這些兩千年的仇怨 西方國家都有份造成這些麻煩 即是播了禍根 大家知道1948年 當年的聯合國 是為了平息一些動亂 結果搞了兩個國家出來 一邊就是以色列 一邊巴勒斯坦 但版圖和現在不同 若干年後又變一變 若干年後又變一變 以前的以色列 初頭的勢力不是那麼強 現在它是強 以色列那邊就是猶太人 巴勒斯坦那邊就是阿拉伯人 也輕輕說說 猶太人去到以色列 就可以自然在那裡居住 這是一個特殊 他是國策 而猶太人有一個特殊 他不是以父系來計 他媽媽是女人 這個說笑而已 他媽媽是猶太人 生出來的子女就是猶太人 兩個都不是 子女自然就不會是猶太人 所以跟媽媽那邊多 而猶太人 又跟我們講天主教 這個猶大又有關 所以很複雜 但講起又好像我以往講 你說二十分鐘講不完 現在我們簡化講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既然是世仇 每分每秒 大家都想吃掉對方 哈馬斯更加揚言 他這個組織 就是消滅以色列為他的目的 而哈馬斯 並非跟巴勒斯坦劃成等號 他又有幫助巴勒斯坦 但是又有幫助賭亡 在西方國家 很多是認為哈馬斯是一個恐怖組織 包括美國 加拿大 整個歐盟 歐盟所有的成員國 都認為哈馬斯是恐怖主義 但是有些國家 中國 俄羅斯 那些 就當哈馬斯是一個組織 這個同樣的看法 都有 例如對阿富汗那邊 塔利班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塔利班都有來往 都有 所以我輕輕講的就是 導出那個世首 大家都不適合 阿拉伯人也是比較頑強 我不敢說他頑強 猶太人是聰明的 當然 這不是我的說話 我不敢說 否則就罵我 有些國際的形象 就是猶太人是假滑的 但是因為這樣做生意很厲害 猶太人有錢和聰明的 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 剛剛一個百歲老人 阿輝哥說的就是一個例子 他在美國做到美國的國務卿 這位孫先生 近年仍然有去不同地方訪問 包括中國 所以猶太人又有錢 又有影響力 而以色列 我對他的印象都很深刻 因為我以前經常去香港看一些展覽 看到以色列的產品 機器和他的製造的 例如印刷等等的東西 是國際先進的水平 即是當國際上的印刷 未是搞到那麼彩色紛紛 或者幾個顏色 不做板一次過印 以色列早已很先進 所以他做軍火都很厲害 這件事是遠遠拋離巴勒斯坦 但是你記中了個世仇 巴勒斯坦也希望用種種方法 能夠鞏固自己 就算不是說去消滅對方 他沒有能力消滅對方 因為我看過一些軍事的比較 阿輝哥也看過 很遠遠 很多東西 以色列始終都是對比一個發展起來的國家 他是有相當的全量的導彈 各方面 但是巴勒斯坦 這樣又零 那樣又零 是沒有得揮的 我想大家現在會看到一個叫巴勒斯坦 其中在巴勒斯坦一個組織叫哈馬斯 但其實哈馬斯在選舉那裏 他們是佔到一定的優勢 所以加沙地帶那裏 他是有很具代表性的 現在我們看回歷史的演變 我們不難想像巴勒斯坦人對 以色列的不斷的擴張 他們的不斷的縮勢 我不敢說是蠶食 因為他有部份的土地 都是向巴勒斯坦的人買回來 所以這個不能夠說是蠶食 只不過大家的比例 就越來越反過來 初初巴勒斯坦是很大的 那個社區 以色列是很小的 經過了由1948年到現在 這個比例不止相反 而且相反超過相反 你再說 原本還有很多事情有關 黎巴嫩 翠利亞 埃及 很多和以色列都是有仇的 以埃也打過仗 以泥也整天衝突 六國去不妥以色列 我覺得很多都是因為 宗教的原因 宗教的原因是導致 因為在眾眾的阿拉伯國家當中 絕大多數 不管是順尼教也好 什裂派也好 都是以斯蘭教 以斯蘭教在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當中 對基督教有很大的仇恨 雖然猶太教 以色列不是正確的天主教 但其實他跟天主教的關係 跟基督教應該說 是更加貼切 兩個都是 信基督教應該說 對 天主教 基督教也是信基督教 但是他們的勢力也很強 就算在印度也是 因為猶太教或者猶太人 在美國只佔3% 但是他們的經濟影響 接近30% 這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說超過 有些人說 所有有錢的猶太人 佔了世界上六成的財富 所以我們這些都是說的 這些是無稽的 很難去計清楚 但是你的人口是事實佔的比例 說真的也不少 其實真的不少 但我希望這樣 因為我都說這集說 20分鐘都說不完 但我們現在跟歷史同步進行 我都希望跟輝哥分析一下 現在這個事件走下去 將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呢 西方國家又會有什麼步驟呢 這個我們可以說 我想現在當然 美國這個核的航母 烈根號好像是 或者福特 我不知道 已經去到他們的戰鬥範圍之內 但是又看回頭 整個阿拉伯社會 或者叫伊斯蘭的社會 有些是表態 這個哈馬斯那裡 跟我們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 這個就是伊朗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在整個 這個中東的局勢當中 伊朗是現在我們知道的 是有核武的 以及以色列有核武的 其他國家還未公開他們 有沒有核武 但伊朗近年都希望求和革 和起生財 所以在中國的滑船之下 伊朗和沙特又走近了一步 所以現在呢 因為沙特和伊朗 或者雖然現在最近 沙特和美國的關係 就是一般的 因為這一宗記者的事件 但始終呢 沙特是和美國 是很久在中東裏面 一個友好 第二天有很多牙齒因 就是因為現由的問題 是 和那個計價 那個弊別 利益 但是呢 今次和六日 即中東六日戰爭 那個時候呢 是有些分別的了 不是說這麼多個 有影響力大的 伊斯蘭國的國家 是不是伊斯蘭國 一說笑那個字都搞不定 是伊斯蘭的國家 是對以色列 是伊斯蘭教的國家 是的 對以色列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大家集中去對付伊斯蘭 因為呢 好老實講 根據現在那個 軍事設備 軍人 包括經濟 包括科技 各方面的實力 你現在的伊斯蘭 不是那麼容易 給周邊的伊斯蘭國家 是可以動到的 我們都分析一下 現在呢 就開始 就是 復仇式的 是吧 以色列就宣佈進入戰爭的狀態 宣佈了 不宣佈也好 你喜歡怎樣做 你自己拿出來的 擺出的姿態 我要炸你 炸你呢 就真的有聲有息 你看到畫面是震撼的 然後會不會趁機再揮進一些 這個我覺得是會的 他會拆弄絲沙包 看看有什麼反應 至於美國人呢 他歷來都是這樣的 即是他胰牙鬆降 造成一勢 真正來說 他不會那麼快用到一些進一步的武器 這個我覺得也是 我想他 因為你殺雞就不是用牛刀 他是背後面的 因為我相信美國呢 即是在現在這個軍力的 失衡的情況之下 即是我想如果純粹 如果沒有其他 敘利亞或者黎巴嫩那些 參入在裡面的戰爭裡面 單單你是加沙那邊 你是跟以色列 即是太過懸殊 我有分析 即是跟二戰 特別是日本仔 發動戰爭不同 日本發動戰爭 他希望侵佔別人的地方 用來發展 因為他自己的地方是很局限 現在呢 以色列就算打到他片甲不留 他要巴勒斯坦是沒有用的 他控制那幫人 一定將來都有仇口 除非你殺死了 但如果你不是種族滅絕 阿拉伯人始終都是要復仇的 我想現在在以色列的角度 他們慢慢的蠶食 到現在基本上 他們已經是認為救病 但有一個問題 大家又要知道 其實以色列的人口膨脹 在世界上真的算是厲害的 由最初的幾十萬人 現在差不多是千萬人 現在九百多萬人 都很多 因為他們呢 尤其是他們有一個極端的猶太教派 是鼓勵生育的 一個最少 一個家庭裏面 都最少三五六個 但這些呢 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超越我和你有生之年 人口都不會影響到他很大的經濟問題 但是我剛才說 他要巴勒斯坦都沒有用 他除非真的全部人去殺殺滅絕 否則的話呢 你贏了 到時他還是會退回來的 這是我講的 我們呢 又是講一句自己 媽媽是女人的說話 但也是我們衷心的說話 希望呢 這些平民百姓可以得到 現在最慘的平民百姓 大家也看到網上流傳一段短片 大概在11年前 2012年前 一個小女兒 小女兒看來是十歲左右 指著一個以色列的士兵罵 亦都證明到 當被迫到不得了的時候 一個這麼小的女兒 她都會不怕 她見到她同伴 見到家人 死亡 她自己怎麼會更害怕 她有什麼就罵了你 罵了你 你殺了她 她都是抵抗不了你的 我希望呢 這幾天 有緩和少少 然後 又是不了了之的 因為 看回這二千年 大家很多事情 都是不了了之的 有些事情 是得不到完整和平的 你不進一步 去把仇恨化做屠殺 已經算少了 多謝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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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輝哥